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咱们今儿来说一则新闻 这则新闻会让台湾的朋友 或者大部分台湾的朋友高兴 而让大部分中国的粉红气得跳脚 怎么回事呢 美国的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今天通过了一则法案 这个法案就叫台湾国际团结法 看名字你听不出来什么意思 但是它实际上将会为台湾 以一个实体甚至说一个国家的名誉 进入到国际外交领域来扫平道路 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可能会出现 出现一个很喜感的画面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人 在雷和国有一个席位 然后台湾也有一个 我不知道当他们双方见面的时候 那个场面会多么的精彩 有点像那种茶馆雷雨里边 最终结尾高潮部分的时候 那个双方的眼睛还不得射出电波来 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国是怎么运作的 中方又是什么反应 咱们今天来分享一下这个消息 好 那怎么回事呢 简断结说就是美国众议院的外委会 它审议通过了一个叫做 台湾国际团结法的法案 现在已经正式递交众议院进行审议 而且它通过的方式是口头表决 无意义通过 那么这种情况下极大的概率 我认为是在众议院通过是极大的 两党可能都会支持 那么当它在众议院通过的时候 参阅的问题更不大 那拜登那边问题也不大 也就是说这个法案从它提出 从到现在初步通过开始 那可能就已经预示了 它最后的一个大概率的通过 当然我们必须要说 这是美国在跟中国打交道谈判的时候 又打出了一张新的 有力的 有威胁的牌 我们上次说了 美国手里一把的牌 中国手里已经没有筹码了 所以美国打一张 中国你就必须要从骨头缝里边 再榨出一些筹码来 来跟美国对赌 否则的话你在谈判桌上 就会输得一塌糊涂 我们继续看 那么怎么回事 它说这个法案说 联合国当年有一个2758号决议 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 它说这个决议就是说 当时让承认中华人民国 在联合国的地位 它说这个决议承认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联合国内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 但是这个决议也并没有处理台湾和台湾人民 在联合国或任何相关组织的代表权问题 也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关系上采取立场 或者包含任何关于台湾主权的声明 所以联邦众议院的外委会就认为说 这项法案被中国用来扭曲 来渗透 来阻止台湾参与任何的国际组织 那么他们现在要拨乱反正 要让台湾能够参与这些国际组织 像什么最重要的什么CPTPP 要让台湾加入进来 然后不让中国参加进来 这已经不能说的再明显了 就是不带你玩 所以这事很有意思 那么这个2758号怎么回事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你们可能知道 但并不了解里边的细节 咱们来聊聊里边这个历史故事 挺有意思的 怎么回事呢 咱们只要不是粉红 对于世界历史稍微有点了解 我们就知道 打赢了二战的政府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而是中华民国政府 说白了 蒋介石的政府 所以即便后来蒋介石败退到了台湾去 但是当时台湾一直在联合国有合法的席位 是中华民国堂堂正正的有这么一根旗子 但是后来呢 这事就说就是中国跟老毛子整的活 1950年的时候 当时时任中国总理谁呀 周恩来 周恩来打电话 给他苏联的俄爹打电话 联系当时联合国这个轮值主席 讲什么玩意不重要 反正老毛子 然后呢 他们俩呢 再找到当时这个时任的秘书长吧 也是挪威的一个外交官 然后呢 就是提出决议说 那我们名不正则言不顺 那我们现在夺了这个大好的核杉了 我们拿下中国了 我们把蒋介石赶出去了 这当时是中共的说法 赶出去了 所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中国的唯一核材代表 你们得把台湾清出去 那当时呢 你想想 那能成功吗 不能成功 以美国为首的当时那个冷战的味道已经越来越浓了 已经越来越升温了 所以美国已经看到了苏联的狼子野心 所以他当然不可能支持 所以那会儿一度什么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呀 一系列的事情 所以当时台湾闹得很紧张 包括后门的又跟美国打这个超线战争 这都是有一定的外在联系的 那么时间就这么一直拖一直拖的 这个过程中中双方互相扯皮 一会儿说北京政府说了 台湾来我们就不来 那边台湾那边也是说一些什么其他东西 双方就扯皮 扯了多久你知道吗 从1950年周恩来的电话开始提出 是一年拖一年拖 整整拖了20年 在这20年里边 每一年里边 中国的代表都要提出一些 要么这了吧 要么那了的一些要求 但是都被美国和他支持台湾的这一系列的人 给挫败掉了吧 可以说是 可以就是没有成功 台湾一直都在 可是呢 索尔说得好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这山不转啊 它水转 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一个 苏联跟中国开始交恶了 那以前对吧 斯大林是我们伟大的慈父 谁说的 毛泽东说的 这黑历史 现在中共是不愿意让人提 那为什么老叫俄罗斯 叫俄爹俄爹呢 就是这样 那会儿中国从领导人到下面 那就是苏联的孝子贤孙呢 你们是没见过那会儿 那个中共给那个苏联庆生 给不是谁苏联 给那斯大林庆生时候 那个孝心那个样子 哎呀我的妈呀 后来听说谁 斯大林死的时候 中国哪个官员 好像周恩来是吧 还去扶那个灵鹫去 扶那个官国去了 送行 那玩笑的不行不行的 但是双方后来 珍宝岛一些事情 发生和这个摩擦 苏联的这个专家被苏联撤走了 甩中国一拖子等等 双方完全交恶了 而这个时候呢 美国干什么事呢 美国在越南失败了 哎 你看这个局势的变化 让美国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以前是什么情况呢 我要守着台湾 不能 这是什么 这是我插手 这个亚太局势也好 或者我维护民主政权也好 我最后的 一个合理的理由 我要守护我的价值观 我要抵抗苏联 但是 现在 第一 我衰落了 美国我现在 国内的反 那会反战 那个非常的猛烈 那会很多的美国的明星啊 等等整个社会的舆论 可以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那个时候 美国的政府 被舆论所把控了 被舆论所 不能说是操纵的 被舆论所裹挟了 所以国内本身不愿意 就是反战的这些情况 不愿意跟中国迎碰硬 而那一边呢 中国呢 又跟俄罗斯 不不 苏联反目了 也就是说 好像中国比台湾 更适合成为 抵抗苏联的一个 翘头堡 一个盟友 所以在这种 微妙的状态下 那个毛泽东 不是蹦出来了吗 是吧 小球战斗大球 搞了一个乒乓外交 后来那个谁 尼克宗访华 就这么着 双方勾搭到一块去了 所以今天的事情 咱们跳出跳舞来说 是这个家序家义 今天美国 这个决议 你别说没通过 就算通过了 实际上 从我们历史场合来看 只不过是弥补了 他们当年犯下的错误 有些是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 所以我们还是说回 这个故事本身 把这个故事说完 所以美国 这口松了之后 就传达出了影响 当时在联合国的时候 投票的时候 是有阵营的 谁跟美国混 谁跟苏联混 那么本来美国联盟这边守得很好 但是当美国这个声音放出去之后 这个消息放出去之后 尼克宗访华之后 守护台湾联合国习卫 这个联盟就土崩瓦解了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你看这个图片 这是网上我们搜索到的 当时的一个态势图 红色的部分是投票反对的 就是说反对 这个把台湾踢出去 把中国弄进来 而绿色的都是支持的 支持把中国迎进来 把台湾踢出去的 那你看一下 美国可是红色 就是说他的这个老大 他的这种 这个还不能丢 所以他坚持 但是他很多下面的小弟 已经不再跟他坚持了 都是绿色 这绿色里边有一些是俄罗斯 不是老说是俄罗斯 苏联他们俄爹 那个系列的派系的 另一边像非洲那边 有些那边 就是从毛泽东时期 就一直执行的 哪怕中国人饿死 也要对外援助 所谓的大撒币外交 这个渊远流长 从那个时期开始 养活的那么一批国家 国家虽小 国力虽弱 人民虽穷 但是他联合国有一票 这一票就被中国 贼上了 给你好处 给你钱 给你援助 美其名曰 为了世界人民大团结 实际上就是 为了你联合国这张票 你信不信这个国家 会从联合国取消了之后 中国绝对不会再给他 一毛钱的援助 搞不好还得把以前的欠款 还回来 还回来 就都这么玩的 所以自从1971年的10月25号 从那个之后 台湾就再也没有堂堂正正的 回到联合国 包括前不久那会儿 台湾的这个人 想去联合国大楼进去 不让进 不让进 你就知道当时的那个 当时不是有这个 美国开了听证会吗 就问为什么不让进 当时那个联合国 秘密是给出各种扯淡的理由 我们信下这政界大政界 背后都是中国在后面 就是说窜的 或者说渗透和影响的 至少很多网友 都是这个官队 都是推测 当然没有证据 我们是推测 所以今天呢 说回今天的话题 那今天这个决议 将会如何影响 这个当年的联合国这个决议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当时联合国这个决议的 这个原文 这个都在细节里面 好我们看图片 当时的这个联合国大会 这个决议 他说考虑到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合法权利 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 和联合国组织 根据宪法所必须从事的事业 都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 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这背后都是美国使劲 才导致就是造成的这种结果 为了对抗当时的苏联 结果今天对吧 像美国头疼 有他头疼的 然后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 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 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中国现在主要是抓住这一条 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看只有一个中国 所以你承认这个2758号决议 那你就不能让台湾进来 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话 叫做承认他为合法的唯一代表 然后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 从他在联合国组织 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 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那我们放在今天来看 这个毫无疑问是联合国的一个黑料 一个黑历史 所以下面结尾落款 1971年10月25日 第1976次全体会议 好那么聪明的网友 你们应该已经感受出来 这个问题所在了 对确实当初这个2758号决议 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在联合国的 唯一的这个代表 888这些一些 但是他可没有说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 就是说玩这个外交手段 还别说真的是美国等这些西方国家 炉火纯青 中国除了战狼嗷嗷叫之外 他什么外交手腕都不会玩 你想你仔细品这里边的味道 当年的时候蒋介石是 包括他们这一系列是很坚持的嘛 对吧 这个我们要防空大陆 所以他不认为说这个是是是是 他也是中国 他认为他也是中国 他才是中国的正统 只不过暂时退守台湾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那句话 山不转水转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到了今天了 你让台湾人承认他是中国 台湾人都不承认了 对不对啊 这么多年的演变下去之后 很多的台湾人 他们出生的时候就生在这个台湾上 他们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的经历 人家根本就不觉得他是中国人 那么当这片土地上 大部分人都觉得他自己不是中国人的时候 那你还能说他是中国人吗 更别提今天台湾有自己的军队 有自己的总统府 有自己的立法 八八八的一系列 对吧 所以那现在中国所谓的台独 实际上咱们节目一直以来就说 说台湾是不独而独 它不需要去宣布 你只要看它的行政架构就知道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所以美国现在就是抓住了这一点 直接切入 对当时你只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 但是台湾他如果自己建国呢 当台湾不再承认 它是中国了一部分的时候 他就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政体 重新的进入这个国际秩序 国际外交场合当中 所以这招非常的厉害 当然外交部肯定是进行了 言辞抗议坚决反对 但还是那句话 三十年喝东三十年喝西 当年美国是需要你 那么跟你哥俩好 现在呢 你亲手跟美国又打贸易战 又战狼外交 又厉害了我的国 你亲手把帮助你的朋友 视为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对吧 你美国在这么近代的几百年中 一直对中国的这些帮助 所有中国人都看不见 我相信我今天说这话的时候 下面肯定会求粉红 还有留言 死秃子 美国八国联军 你们不知道吗 我都懒得跟他废话 你想是不是这么事 这么这么道理 对吧 美国帮助中国那么多 什么驮风航线了 又是帮助中国建立近代的医学体系 叭叭叭 数不胜数 美帝往我之心不死 俄罗斯到处欺负中国 海蓝炮 海神崴 这种大屠杀 这种对于中国的欺负 不提 只提南京的这个惨案 不提海蓝炮 不提海神崴这些事情 那是爹 有的时候我说贱这个词 我都误辱贱这个词 这个字本身 真的 中国如果说这个国家有哪个民族 中国不顾在天的仇人的话 尤其只有一个 不是人家日本 是俄罗斯 日本当年确实 说句话 日本当年确实犯了很多大战争罪行 这个没什么可喜的 但是日本偿还了 日本赔罪了 日本道歉了 国内粉红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 因为政府不让你们知道 老毛子侵略中国那么多 欺负中国那么多 到今天唯一没给中国道歉的 恰恰是老毛子 没给补偿的恰恰是老毛子 哎呀 所以为什么我看这张额粉的 我就不打一球来气呢 就这帮蠢货傻 但这题外话不重要 咱们说回这个话题本身来 所以我很期待 这个决议会以多快的速度 通过众议院的审议 进行表决等等 但是也有可能 这个事情不会很快 我前面说过 这是美国的又一张新的牌而已 最近不是王毅和沙利文又密谈了吗 对吧 有可能中美双方又在进行新轮谈判磋商 习近平可能背后跟拜登又在偷偷打电话 说不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在一张又一张打出他的牌来 台湾就打台湾牌 你中国就没辙 最近有好几个事情 美国的这个手段 你看美国做事情 从来不像中国一样 声叫倍大 一个个全是时事 明天我们看有声证 我专门再给大家做一期 看看美国的中国周边做了哪些动作 好吧 咱们明天再说 所以今天关于这个事情 我们只是打一个前瞻 这个事件刚刚开始 它刚刚开始发酵 远没有到高潮 我们只是先说 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这个事情 等它有后续的进展 我再给大家录视频 做进一步的分析 进一步的分享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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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